好下面呢咱们看第四节 第四节呢是双代号石标网络图 这节呢相对来讲啊 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讲略微有点难度 其实它的本质上呢是画法不同 计算过程呢跟单代号基本上是一样的 好吧啊下面来看看啊 那么这节呢两个制点 第一个呢石标网络需要的绘制方法 第二个就是时间参数的判定啊判定 一般来讲一看就能看出来啊 好啊下面咱们看这节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了解一下啊 这个双代号石标网络图的特点 是吧特点 它呢是以实践线表示工作 实践线的水平通常度呢 表示工作的持续时间 就是它本质上呢是双代号网络图 只不过呢不能随意画了 在双代号一般来讲呢 原来怎么画呢 你这一条线是吧 这一条线 这个标了个五天 这标了一天 都可以 但现在不行了 水平投影长度 水平投影长度 表示工作的持续时间 虚线呢 表示虚工作 由于虚工作时间为零 所以说呢 这个虚线呢 只能数了化 虚线啊 应该是垂直方向的 因为它的持续时间为零 用波形线呢 表示工作 与仅后工作之间的时间间隔 正常情况下啊 两工作之间啊 这一项工作 是吧 到这了 这个地方呢 又有一个项工作 它们之间呢 可能有逻辑关系 是吧 波形线 代表两工作之间的 什么 时间间隔 这个时间间隔 不就咱们在刚才 答案代号里讲的 那个时间间隔吗 是吧 对应是一致的 当然有一个特殊情况 以终点节点 为完成节点的工作除外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终点节点 有可能这些工作 这有波形线 波形线 对吧 因为它后边呢 没有工作了 所以说这个波形线呢 你不能说 它是两工作之间的 时间间隔了 对吧 那么这些波形线 代表什么呢 以终点节点 为完成节点的工作 这些工作 如果计划工具 等计算空气 那么这些波形线 它的水平投影长度 就表示它的自由视察 当然也就是它的总视察 是吧 波形线 一般来讲 就是工作的 什么 工作和紧后工作之间的 时间间隔 特殊情况下 没有紧后工作的工作 也就是以终点节点 为完成节点的工作 那么它的波形线 是吧 在计划工具 等于计算 工具的时候呢 这个波形线的水平投影长度 就是它的自由视察 也就是它的总视察 因为咱们前面说过啊 是吧 没有紧后工作的工作 它的总视察和自由视察 相等啊 是吧 相等 呃 识标网络计划 既有网络图的特点 又具有呢 横道图 直观一懂的优点 是吧 直观一懂 横道图咱们书上没讲 是吧 直观一懂 一看呢 哎 比较清楚 而网络图呢 便于进行时间参数计算 所以它是结合了啊 二者共同的啊 优点 是吧 这个图啊 就是我们一个双代号 识标网络图 对吧 每一项工作 水平方向的投影长度 你看这三天 是吧 它就画三格 水平方向的投影长度 是吧 这个呢 从这儿到这儿 是吧 四天 就四个格 像这个波形线 就代表两工作间的时间间隔 这个波形线也是 代表什么呀 工作G和工作H 之间的时间间隔 就是接下来三天 它的基本的 一个表示方法 是吧 表示方法 好了 下面呢 先看到的绘制 怎么画呀 是吧 绘制规则 识标网络图呢 一按各工作的最早开始事件编制 按最早开始 来编 那么它的节点和工作啊 包括虚工作都尽量靠左 尽量往左 也就是尽量扫子出现 直至不出现 从右向左的逆向见线为止 不能出现反向见头 是吧 这不允许的 尽量靠左 它的画法有两种 一个叫间接法 一个是直接法 这个呢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什么叫间接法呀 间接法是先计算 先算出来 每项工作的那些时间参数 对吧 然后呢 把所有的节点都画上 一在哪 二在哪 三在哪 最后呢 再连线 那这叫间接法 间接法 直接法呢 是从起点节点 挨个计算 画一个 标一个 起点节点 画间线 再画节点 间线 节点 间线 最后到达中间节点 这个叫直接法 先计算 然后所有的点 最后再连线 叫间接法 它们当中 都有一个工作的问题 就这句话 当某工作间线的长度呢 不足以到达 该工作 完成节点时 怎么办呢 用波形线不足 比如说 咱们刚才这个图 你看 工作季 是吧 工作季呢 它只有两天时间 是吧 它的完成节点在哪呢 完成节点在八这 在这 这是什么呢 第八天末了 但它呢 是吧 第五天末就结束了 它够不着 连不上 不足以到达 完成节点 这是怎么样呢 加上波形线 加波形线 就是这句话 但这个呢 一般来讲 也不会让我们话 知道这个意思 就可以了 是吧 好 下面呢 咱们也看看 它的时间叛数的判定 这个呢 大部分都不需要我们算 最早开始 最迟完成 这个都不用算了 这一普遂考 跟双代号是完全一样的 首先看 关键线路的判定 你看不用求了 是吧 直接一看 就能看出来 双代号 时标网络图当中 关键线路 怎么判定啊 从终点节点开始 逆着 界线的方向判定 反正呢 自始至终 是吧 不出现波形线的线路 就是啊 关键线路 从终点开始 倒着往前推 只要没有波形线 也就是呢 相邻两工作间的 时间间隔 都是零啊 这不跟单代号 往前一样吗 对吧 这就是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 它的判定方法 计算工期啊 也比较简单 是吧 从零开始 是吧 到哪呢 是吧 就是中点节点 所对应的那个 时标值 与起点节点 对应的这个值 这个值一般就是零 对吧 从零开始 这个差 当然就是啊 计算工期 这也很简单 是吧 相邻两工作间 时间间隔的判定 就是什么 就是波形线的 水平通常度 是吧 两工作之间的 就看有没有波形线 有波形线 你们两个之间 时间间隔 就是波形线的 水平通常度 没有波形线呢 那么你们两个之间 时间间隔就是零 就是零 是吧 比如这个吧 B和F之间 没有波形线 你就零呗 是吧 就是零 刚才说了这个G和H之间 有波形线 三天 就是三 是吧 C和E之间 这两个之间呢 有波形线是二 那这就是时间间隔 就是二 是吧 这就是两工作间的 时间间隔 就这个意思 比较好理解 下面 工作的时间参数判定 是吧 那这个呢 像最早开始 最早完成 这没骂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呢 双带号网上图的 判定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左端节点中心 所对应的石标值 就是最早开始 是吧 如果没有波形线的时候呢 那右端节点的中心 对应的石标值呢 就是最早完成 如果有波形线 怎么办呢 那就是工作间线 实现部分 不考虑波形线了 是吧 右端 就是这个工作 到这有波形线了 好 这个点 就是你的最早完成 是吧 很好理解 下面 总时差 我这标了一句话 是同单代号 那 总上怎么求 就用单代号的公式 这个也是啊 从后往前 逆着间线方向 倒着推 终点节点 以终点节点 为完成节点的工作 它总上的就是什么呀 跟这都一样的啊 就是计划工期 与本工作 最早完成的差 如果计算工期 等于计算工期呢 就是波形线的 水平等候长度 比如说 还是我们刚才 是吧 这个图 这是那个最后的工作 对吧 它没有波形线 总上呢 当然就是零了 没有 好 假设三 假设没有这个工作 是吧 假设没有它啊 没有这个 九 就终点节点了 是吧 那么那样的话 矮和H就是 以终点节点 为完成节点工作 是不是 那么矮 甭问了 总上就是零 这个呢 就是一 它前提是啊 计划工期 等于计算工期 对吧 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工作 你不要这个了 是吧 那么它呢 本身的波形线 水平等候长度 就是它自己的总时差 也就是最后时差 呗 是吧 这个没有 这是一 是吧 这就是它的判别规则 其实这些 没什么难度 其他工作的总时差 等于什么呀 就是 丹带号的 计算工时 就等于 仅后工作的 总时差 加上 本工作 与仅后工作之间 时间间隔 所得和的 最小值 是不是 这不就是 丹带号的公式吗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还拿这个图书 但从后往前 倒着推 是吧 这个工作 咱们还是假设 计划工期 就等于计算工期了 那么这个总差呢 是解压 就是零啊 是吧 它就是零啊 这个呢 关键工作 也是零了 是吧 这个是解压 一 对吧 怎么求的呢 这个H啊 你看 本工作与仅后工作之间 时间间隔是一 是不是 那么你的总差这么求啊 你总差不就是一加零吗 是吧 一加零就是一啊 所以说H的总差就是一 好 我们再往前 倒着推 当然这个题呢 这个图画的还比较简单的 你看你知道 前面上边这办法 都是关键工作 对吧 因为你看 上面这堆 都没有波平线 是不是这样 那么他们的总差 就不用算了 肯定都是零 那肯定都是零了 连这个肯定关键工作 对吧 下面是几个 你看这个G 它的进行工作是谁啊 H H总差是一 你们两个之间呢 波平线是几啊 是三 对吧 那么你说G的总差是几啊 G的总差就是四 对吧 它总差就是四 是吧 就是四 对吧 只有一个几个工作吗 是吧 一加三 核的最小值啊 就是四 C呢 C 几个工作 一个是G 一个是E 这两个之间 CG之间没有 波平线 那就是四加零 这是零加二 核的最小值就是G 就是二 所以C的总差就是二 那这我们就求完了 是吧 这就是它的总差的判定 是吧 完全等于 大安代号网浪图 它的计算 波平线就是两工作之间的 什么时间间隔 时间间隔 好 再看呢 自由视察 是吧 以终点节点为完成节点的工作 它的自由视察就等于总视察 注意啊 这个是真理 单代号 双代号 双代号 石标网浪图 是吧 所有都一样啊 没有仅后工作的工作 它的自由视察和总视察肯定相等 肯定相等 如果计算工业等级啊 工期就是波平线的水平投影长度 是吧 这个呢 跟总视察是一样的嘛 那么 其他工作的自由视察呢 就是 该工作界线中波平线的水平投影长度 这句话呢 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但是 有一个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呢 就如果工作之后呢 只紧接虚工作 如果某一个工作后边只有虚工作 咱比如说啊 这一个工作 它后边呢 只有虚工作 这是虚工作 这有一个虚工作 是吧 虚工作 这是虚工作啊 哎 虚工作 那等于是 它后边这是一个工作 是紧接虚工作 这是另外一个紧接虚工作 对吧 那么它呢 呃 你看它 本身K顿没有波平线 那么 只跟着虚工作 那么这个假设是两天 这个假设是三天 那么呢 这工作的自由视察等级呢 就是它紧跟的虚工作中 波平线最短的 一个二 一个三 它的自由视察就是二 这其实还是单代号的公式啊 对吧 你看 A的紧后工作 一个是M 一个是N 对吧 它们两个之间呢 实验间隔是二 它们两个之间呢 实验间隔是三 那么A的自由视察呢 那不就二吗 那取个最小值 是吧 所以这个啊 跟单代号仍然是完全一样的 工作之后 只紧接虚工作 所以 该工作界限上一定没有波平线 那么呢 紧接的虚界限中 波平线水平通常度最短的 是吧 就是它的自由视察 那这个跟单代号仍然是一样的 那最小值之间呢 就可以不用看了 不用求 好 下面呢 咱们看两个题 某工程双代号 十八王龙图 如下所示 其中问C的总视察 是多少周 那还在这个图 那用它反复来做做吧 问C的 问C的 总视察 怎么求啊 刚才咱们其实也推导一个过程 要想求C的总查 要从往前推 先求 紧后工作 E和 G 是吧 要求E呢 先求的紧后工作 I和H 这个要求H 所以这个题的话呢 要去这两个求这个 是吧 要求这几个工作的总视察 没有说法的话呢 那就是计划空气等于计算空气 G的总查是零 这关键工作 它呢 当然也是零了 是吧 那这个是零 E呢 也是关键工作 那它也是零 是吧 H怎么求啊 0加1 它就是1 它的总查是1 是吧 G呢 1加123 这加1加3 它等于4 它等于4 C呢 紧后工作总是 这是零 0加2 这是4 4加0 和的最小值 是加 就是2 就是2 对吧 这个题答案呢 就应该选它 就是两周 是吧 两周 C有两个紧后工作 EG E的总查是零 为什么 是关键工作 是吧 G的总查呢 根据紧后工作 H来算 H总查呢 是1 所以说G的总查是4 E的C的总查 就是2加0 0件4 和的最小值 等于2 大家那可以 还是比较我们的图 对着我们的解释 如果您 我们是讲这一遍 你还没太理解 看着文字 看着图 对应的 了解一下 滚固一下 就可以了 不会考更复杂 也就这意思 是吧 好 下面 在网络计划当中 关键工作 是指什么的工作 这个选项 里边呢 就各式各样都有了 单代号的 双代号都提到了 是吧 看看这个 关键工作是吗 最迟完成时间 与最早完成时间 差值最小 这两个的差值是什么呀 两个的差值 就是总是差 所以它最小 应该是对的 应该是对的 最迟完成 最早完成 这个差 不就总是啥吗 总是最小 就是关键工作 双代号 识标网络计划 开始节点和完成节点 均为关键节点 它均为关键节点 不一定是关键工作 对吧 反过来说可以 双代号 识标网络图当中 没有波形线的 没有波形线 一般只能说是什么呀 就一般情况下 只能说 自由是差是零 对吧 你自由是差是零的话呢 不一定是关键工作 单代号 网络计划当中 时间间隔为零的工作 这不是人话 我们说过吧 不能说时间间隔为零的工作 应该怎么说呀 两工作之间的时间间隔为零 对吧 所以这个题答案 没别的 就是A 就是A 其他的都不对 判断关键工作 关键线路 计算 总视差 自由视差 毫无争议的是我们这一章的重点内容 好 下面看一个多选题 在网络计划当中 当计划功绩等于计算功绩时 判断为关键工作条件是 告诉你了 这两个想等 那么你就可以选A了 总是差为零 是不是 这可以选了 如果没有这句话 A是不对的 是吧 双代号 时表网络计划当中 没有波形线的 不对 刚才说了 他只能顶多说是 自由是差为零 对吧 咱不能判断 它是关键工作 该工作处于关键线路上 这可以 他在关键线路上 那肯定他就是关键工作 该工作最早开始时间 与最迟开始时间相等 这两个时间相等 什么什么呀 什么总杀是零啊 总杀是零 不就是A吗 这也对 也对 该工作自由是杀是零 不对 对吧 自由杀是零的话 不一定是关键工作 所以这个题对答案呢 应该是ACD ACD 你看有蒙堆了 是吧 ACD 靠蒙不行 这部分的题目上 可以会有点难度 尽量理解 而且对你后续的学习 是有价值的 它是一样的 是吧 好 ACD 下面 在网络计划当中 关键线路是指什么的线路 关键线路的判断 答案代号里边 有关键工作组成的 不对 你看双代号就可以 双代号里边呢 有关键节点 又不对了 应该是双代号中 有关键工作组成的 是吧 双代号 实标网络界当中 没有虚线的 也不对 应该是什么呢 没有什么呀 没有波形线 没有波形线 双代号网组中 有关键工作组成的 这对 好吧 这个注意啊 双代号 有关键工作组成的 线路 是关键线路 这个没有争议 百分之百对 答案代号不行 关键节点也不行 这是对的 双代号 网络说中 有关键工作 而不是关键节点 俗成线路 没有关键线路 双代号 实标网络说中呢 没有波形线的线路 是没有波形线 而不是没有虚线 好 下列关于判别网络计划 关键线路 说法正确的有 多先提 翻了覆去吧 就这点玩 单代号网络 就要中 有关键工作组成的 总时间最长的 可以 是吧 双代号 实标网组 没有波形线的 对不对 没有波形线的线路 这对不对 双代号网组 对呀 不对 你看没有什么 实标两字 对吧 应该是双代号 实标网络上中 没解实标 哪来的波形线呢 对吧 实标网络计划当中 没有波形线的 这个才选 双代号网组中 有关键节点组成的 也不对 这个题就是B和D BD 这两个 这个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好 那么这节呢 咱们就简单的 给大家说到这 它其实呢 并不复杂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绘制的方法 它是增加了一个什么呢 波形线 我们可以直观的 直观的看出来 相邻两公子之间的 实践间隔 实践间隔 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就可以利用 答案带号网组图的公式 来计算总视差和自由视差 波形线在正常情况下 代表什么呀 就代表前后两工作之间的 时间间隔 两工作之间的时间间隔 如果呢 这后边呢 没有别的工作了 是吧 那么某工作的呢 它的完成节点是终点节点 是吧 那么这个波形线呢 就是它的自由视差 也就是它的总视差 前提是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 是吧 我们这个计算题里边呢 也是一样的 是吧 给你画了一个图 让你去计算 或者给你几个数字 让你去计算 如果没有强调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 那我们就必须让它等 但如果是概念题 就不能想当然 是吧 再回一下这节 那时候很少 是吧 一个绘制 这基本上也不考 是吧 间接法 怎么呢 先计算 再标所有的节点 最后再统一连线 直接法呢 一个节点 画箭头 画箭头 又来节点 见线 节点 见线 最后终点节点 这是它们的区别 是吧 它们都是按照什么呀 尽量靠左 是吧 都是按照最早开始时间来开始 尽量靠左 下面啊 时间参数的判定 那就是在双代号石标网络图当中 啊 石标网络图当中呢 关键线路怎么判定啊 关键线路就是啊 自始至终没有波形线的 那样的线路就是关键线路 是吧 时间间隔的判定 很简单 就是啊 波形线 两工作之间的波形线 那它的水平投影长度 是吧 呃 数字化多高 没有水平 投影长度 就是它们两工作间的时间间隔 这六个时间参数呢 主要就是两个视差 总是要怎么求 自由啥怎么求呢 怎么求啊 你就可以减二画质 就完全按照单代号 它的公式 是吧 单代号的公式呢 波形线就是两工作间的时间间隔 求最小值 就是最后视差 时间间隔 加上后边工作总视差 合的最小值 就是它的总视差 是吧 呃 双代号 时标网络图和 单代号 啊 它的计算的规则 公式 更接近 为什么接近 就是因为波形线 就代表时间间隔 是吧 波形线代表两工作间的时间间隔 这么描述是比较规矩的 呃 尽早视的教材 他说什么呀 他说波形线代表自由视差 这么说是很不严谨的 哈 他很多情况下对 但是很多情况下不对 不准随便说波形线是自由视差 这么说是以 很硬毛贝啊 但是一见二眼教材都一样 都这么说的 我们这个写的还比较标准 跟造假是一样 是吧 这个应该是教材是 我们一主编是一个人 啊 所以说呢 这个网络图这部分编的还是比较科学的 没有明显的错误 好吧 所以大家呢 可以以我们这本书的啊 这二三四的三节 双带号单带号 双带号石标网络图 作为学习网络图的一个基本的教材啊 还是挺规范的 好吧 这一节我们就到这